美国纽约时报网站发表文章称 近几个月美国国内抛弃两岸战略模糊的想法 越来越受关注 包括在美国国会山 许多美国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认为 如果说有什么能使中美之间全球较量 变成一场实际的军事冲突 那就是台湾的命运 美国本着一个中国立场 制定了防复会社的对台政策 支持台湾但不承认态度 按照这种言认多年的政策 美国向台湾地区提供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持 但不明确承诺保护其面受中国大陆攻击 但是随着中国实力和悬心利益增强 有关美国是否应该就所谓的保卫台湾 就出更明确承诺的辩论正在进行 这场辩论反映了拜登政府在制定总体亚洲战略时 面临的外交策略核心挑战 在白宫国务院以及五角大楼 官员们都在重新的评估 美国面对美中竞争 进入全新皆危险阶段 局面应该推行战略的核心准则 美国官员提醒说 中国越来越有能力攻击台湾 美国长期以来一直不愿说明 会如何的应对这种袭击 尽管华盛顿通过外交联系 军售坚定措施 甚至偶尔的军演来支持台湾 但没有做出保证 没有任何声明原则或安全协议 要求美国必须救台湾 1979年的一项国会法律仅规定 防疫和平手段以外方式来解决台湾前途的举动 都将引起美国的严重关切 这被称为战略模糊 它是一种谨慎的平衡 既避免了激怒北京 又避免了鼓动态度 拜登政府官员正在制定对话政策 他们对台湾问题格外重视 美国现任外交协会会长理查德 在布什政府时期的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 他于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宣称战略模糊已寿终正寝 之后他参与发起了关于这一主题的对话 他表示 美国是时候推出战略明确的政策了 只要中国大陆对台动武 美国就会做出反应 这样的政策会降低中国大陆误判的可能性 其误判最有可能在台湾海峡激发战争 这个想法越来越受关注 包括在国会上面 美国参议员斯科特提出了一项法 授权总统采取军事行动 保卫交到中国大陆攻击的台湾 使美国的意图不再模棱两可 在一次合同中 美国前国防部长和中情局局长 在布什和奥巴马等总统手下工作过的盖茨表示 台湾是美中关系最令他担忧的方面 他说 恐怕是时候 放弃我们长期以来 对台湾的战略模糊战略了 虽然台湾在领土层面的价值有限 但近年来 其作为世界知名的半导体生产者之一 具有更大的战略重要性 在中美之间逐渐新奇的超涮比拼中 半导体就算是高科技领域的石油 这些因素相结合 促使了拜登展示了对台湾的支持 一些庄家称 这种展示非常强劲有力 但是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中国力量研究项目主任格莱伊说 我认为 大家正在拼命地告诉大陆 别误判 我们坚决支持台湾 但他并不支持美国就所谓的保卫台湾 做出更明白无误的承诺 跟其他许多分析人士和美国官员一样 他担心这样的政策变化会激怒中国 那样一来 也许没有回旋的余地 那可能真的会导致中国大陆做出进攻的决定 国台办4月14日上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发言人马小光回答记者提问 有记者问 吴钊燮日前对外媒称 美方认为大陆对台动武的可能性很高 如果发生战争 台会战斗到底 美国无用发言人随后又重申所谓的对台承诺 并指责大陆对台进行的所谓的无力胁迫 新闻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马小光应讯说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我们并以最大诚意 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 但绝不会为了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 留下任何空间 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 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 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 绝非针对台湾同胞 何来武力胁迫之说 马小光表示 当前台海局势复杂严峻的根源 是民进党当局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外部势力 不断进行谋独挑衅 每方颠倒是非 虽然所谓的中国军事威胁论调 持续地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居心险恶 既对台独分裂活动推波助澜 也给岛内民众带来更多的负担和灾难 最终利益受损最大的是台湾民众 我们敦促美国政府恪守一个中国员者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妥善处理台湾问题 民进党当局的一些政客 顽固坚持 搞台独分裂 邪阳自重 时常口出狂言 不质量力 难逃历史的惩罚 无论是外部势力 以台制华 还是台独势力 以武谋睹 有十四亿的中国人民遏制台独 捍卫国家主权 与领土完整的坚强的决心 与强大能力面前注定失败 中国最大的麻烦 不是别的 而是台湾问题 一是台湾割据政权存在太久 放任台独做大 民众会被其严重洗脑 在情感上 与中华民族渐行渐远 对一个中国的认同感越来越差 真有些时 不我带紧迫感 二是美国一直保持着和台湾的关系 随时给台独分子发出错误信号 尤其特朗普执政以来 台独分子极为嚣张 拜登政府则更进一步 任实际行动给台独分子伸腰打气 大陆尽可能避免武力统一 怕删击台湾人民 一直以来 在美国的错误信号的诱骗下 台独势力误解了大陆迟迟不武统的意图 总以为大陆忌讳美国插手 但鲁齿地拖着 真不是个事 俗话说 砍了树免得老鸭叫 统一的台湾 美国没了抓手 第一岛链也随之消失 周边也会亲近许多 当然 统一后如何治理 确实是一个大考验 但香港的故事绝不能够重演 某种意义上讲 千条万条两岸统一 是免去敌对势力 不断制造麻烦的最根本的一条 目前 美军在台海周边顺耀武力 调动力量寻找机会 中国可以将计就计 制定并实施一系列繁殖美国 突然制造冲突的过程中布局武统 以便随时的捕捉机会一击成功 中国的北斗系统的精准定位 能力不亚于GPS 密集的火炮精准打击 对大陆而言不是难题 只要第一时间 打掉台独的军事设施和指挥中枢 让他彻底的失去反抗能力 相信台湾人民事会做出明智的选择 台湾同派人士也会有所作为 最近同派人士洪秀柱女士露出头条 深受网民的欢迎 但他却幼稚地劝挡大陆 放弃武统 说武力统一后 台湾是一个残破的台湾 他不理解 武统就是一把高悬的宝剑 是保障台湾和平统一的最后屏障 如果台独分子执迷不悟 这柄宝剑迟早是会赤下来的 台独大佬们如果早日回头试案 不但台湾人民福祉会得到提升 这些大佬们的既得利益也会得到保全 否则等待他们的只能是14亿中国人民的审判 中国只要坚定充满信念 勇敢地迎接任何挑战 不犯重大的战略错误 道路是曲折的 前途是冠名的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可主打 中国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的愿景 必将实现 美国已经无法逆历史潮流动 无法违反国际大势而行 已经无力保护台湾了 这才是历史的真实 台湾问题走到今天 体现了中国政府的善意与耐心 体现了中国政府对台湾民众的关切与中重 体现了中国政府希望通过战争以外的途径 解决国家统一问题的政策导向 但是这个前提必须是一中 这个一中的前提是底线 是红线 是不可逾越的